尹恩輝與今中國的非文傳了十幾年 雖然雙方都不曾承認過交往 但近日就有人扒出 兩人一絲有戀愛關鍵物訊息手抄本 讓網友嗨爆 大膽猜測他們真的在一起過 日前尹恩輝在個人YouTube影片中透露 和某一日男友交往時 曾經把對方的訊息抄在本子上送他 這段影片出來後 有網友翻出金中國在2018年 我家的熊孩子中的片段 我每天都寫的文章 我每天都寫著我 我每天都寫著文章 很短 兩人各自曝光的細節內容相當符合 讓不少人認為當年的CP是真的 在這樣的推測持續擴散的情況下 尹恩輝也把相關影片刪除 反而引起大家的好奇心 對此尹恩輝經紀公司19日給出回應 表示尹恩輝過去曾與經中國交往的傳聞 完全不是事實 而關於尹恩輝提到 該段戀愛細節的影片被刪除一室 經紀公司則說 是工作人員在編輯與影片上傳的過程中 出現失誤才刪除的 與戀愛傳聞無關 這下大家課的CP是真的掰了啊